市長 那你怎麼看現在周一寇被說是陳時中的背後玲瓏 還說他現在還沒有當上市長 就好像只被周一寇牽的鼻子走 然後甚至像之前很常在這個周一寇廣播節目上 還就是不斷的提前爆料一些亦防疫的這些資訊出來 不會覺得說好像整個國家也被這些特意跟名嘴這樣牽的鼻子走 這是個不正常的國外 我每次講說用網軍跟名嘴治國遲早會找到報應 那我說人家問王必勝要不要開放邊境 他說周一寇先講 那人家問王必勝 王必勝說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然後再上節目再說10月要開放邊境 我看中央疫情指揮官換周一寇來做好了 這個我直接講 票投陳時中就是支持周一寇 為了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